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上個星期我們最後談到了這個悖論 講到了兩個悖論 一個是迴圈的悖論 一個是無知的悖論 順便就提一下在這本書裡面 不過我提出已經絕版了 至少圖書館是可以接得到的 它裡面講了很多的悖論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找來看 它的中文書名叫《跳出思路的陷阱》 但是事實上英文的名字叫做阿哈Gacha 阿哈Gacha其實就是一個驚嘆詞 Gacha就是I got you 就是我抓到你了 它的副標題就是Paradoxes to Puddle and Delight 就是關於謎還有解開謎的時候的那樣的一種快樂 所涉及到的這個有關於悖論的東西 那麼這個悖論呢 事實上是哲學裡面的一環 但是我在上個星期的最後談到的 要說的就是 就是哲學並不是只是這些動腦筋的知識的遊戲而已 那我們要去區別sophist跟philosopher 一個很關鍵的地方就在於 蘇格拉底並不是只有那種動腦筋的遊戲 它還有一些更多別的 那我要來談談的就是這個所謂的更多的別的是什麼東西 我們在上個星期最後談到的 就是說這個Sophist是有知識的人 因為他們的稱呼裡面 就是Sophia就直接在那裡面了 所以就是有知識有智慧的人 而哲學家他除了Sophia之外 還有一個自首的philia 那這個philia是愛 愛知識或愛智慧的人 並且顯示自己或者認為自己是一個沒有知識的人 這個是我們在上次提到無知的悖論的時候 就已經提到過的 那在那時候我講到一件事 就是我們從現象來看的話 Sophist是一群向民眾們收錢 然後給予他知識 那philosophers就不一樣 蘇格拉底自認自己是無知的 所以他並不跟大家收錢 那收錢看起來這是一件很世俗的事情 好像沒什麼關係 它事實上在這裡面就牽涉到我們對於 所謂的Sophia的看法 對於知識的看法 Sophist顯然是把知識理解為是一個 我們平常的東西 平常的東西 所以如果我給你知識 那這個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我給你知識你就應該要給我錢 對不對 就像這個公平的交易一樣 公平的交易一樣 那麼在這種情況底下 他們這個到各處去 並且累積了大量的財產 所以有些Sophist是非常非常有錢的 而且希臘在當時 的確有不少人支撐自己是Sophist 並且憑著他們的好口才 那這個成為很富有的人 那蘇格拉底是個窮光蛋 這是我們所知道的 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知識或者是智慧 真的是一個像平常我們所說的那樣的東西的人嗎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知識給別人不像你的其他東西 如果我把這支麥克風給了另外一個同學 我就沒有麥克風了對不對 那麼或者我把我錢包裡的鈔票給了別人 那我錢包裡就沒有鈔票了 他們就是我們平常所謂的東西 那這個Sophist就是把知識或者智慧 當作是像這樣的東西 但是知識真的是像這樣的東西嗎 當我再上哲學概論 並且要把有關於哲學概論的知識 或者是智慧給同學的時候 我的知識其實並沒有減少 對不對 我的知識其實並沒有減少 但是你的知識增加了 你的知識增加了 那麼如果知識就是 像我們平常所說的東西那樣的話 那照理說應該這樣 我知識一直給你們 然後我的知識就越來越少 你的知識就越來越多 然後到最後就完全對哲學一竅不通了 而你呢則是對哲學都已經掌握很好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就只好請你換你當老師我當學生了 對不對就反過來了 但是我們知道知識並不是這樣的東西對不對 知識呢傳遞給別人 讓別人得到更多 知識本身並不會減少 那麼像這樣的一種不會減少的東西 其實是一種無限的東西 它分不完對不對 給別人更多 你自己也並不會更少 這個跟我們在我們現實的社會裡面的生活 可能有一些差別在 因為在我們現實社會的生活裡面 常常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常常要去爭一個東西 爭一個東西 我大學的時候是念法律系 念法律系 那我自己在從小學中學到大學 我想這個對台大的同學來講都不會陌生 就是你不斷的要去爭名次爭成績對不對 這個是你必須要做的一件事情 並且你們一定是在這個真的過程當中的勝利者 所以你們才會來到台大 但是我自己其實很不喜歡這樣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在我還這個小學的時候 這個我班上有一個女生 我還蠻喜歡她的 那她成績也一直都還蠻好的 那我記得剛開始的時候她考第一名 後來我成績贏過了她 我考第一名 然後她就變成了第二名 那一天下課的時候我就看到她在那邊哭 然後我心裡就覺得非常的這個 這個不知道怎麼說 又一種非常非常複雜的一種情緒 她用自己考好的 但是另一方面看到別人 因為我的考好所以她就變成了第二名 變成了是一個失敗者 所以她就在哭了 那我一直在至少在我人生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一直都有一個想法就是 有什麼可能是我贏了 我勝了像我的名字一樣 我勝了但是別人並沒有敗 別人並沒有輸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你當然只有在一個不爭的情況底下 可是這個世界怎麼可能不爭呢 對不對 你在學校的時候爭成績 等到出了這個社會 特別是當我念法律序的時候 我最明顯的感覺到這樣的一種爭 就是兩個人爭原告被告 然後他們可能什麼爭一筆財產 爭這個什麼樣的名分 或者是等等其他的這個東西 那麼即使是在刑事的這個法律當中 事實上也都是如此 就是一個小偷偷了別人的東西 那那個被偷的人他就少了那個東西 而小偷就多了那個東西 就是這樣的一種情況 這個是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 好像經常碰到的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我們當然就會產生了一種 這樣的人生觀 就是這個世界其實就是柏端的真 而我一定要去當這個真的一個勝利者 也贏得其他人 那麼我才能夠過舒適的生活 我才能夠為大家所稱讚等等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的一個考量 可是現在我們把這個觀點擺到Sophia來 知識 我恨不得你們把我的知識都偷走 對不對 搶走 拿走 這樣的一個情況 一個老師就是要把知識傳遞給其他的人 對不對 那你們拿更多的知識走 我並不會因此減少一絲一毫的知識 不是嗎 不是嗎 那對我來講 當我在看Sophia跟Philosophia的時候 我看到的就是 蘇格拉底他認識到知識是這樣的東西 對不對 當他在跟他的那些學生們 雖然蘇格拉底不認為那是他的學生 當他在跟這些年輕人在討論的時候 他覺得年輕人在討論的過程當中也受益了 蘇格拉底自己本身也受益了 因為他也在那個討論的過程當中 他釐清了他的一些想法 釐清了他的一些觀念 所以他事實上也得到更多的知識或智慧 這樣的情況 所以對他來講沒有誰跟誰拿錢這樣的一回事 因為在知識的獲得的過程當中 其實大家都是受益的 那Sophia不是這樣看 他們把知識看成就像是麥克風就像是鈔票 就像是任何一個具體的物質的東西一樣 所以我給你這個東西 你就應該要回報我以這個金錢的報酬 這樣子來看待 那我要說的是什麼 我要說的就是在蘇格拉底那裡 我們稱他叫哲學之父 而沒有稱呼 因為很多的Sophies讓年紀是比蘇格拉底要來的大的 也就是說他們事實上是 如果他們的東西也算哲學 那照理說這些Sophies 應該稱他是哲學之父才對 但是我們卻稱蘇格拉底是哲學之父 並不是在於這些Sophies不聰明 我們在上個星期已經說了 他們其實是聰明的人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看到一個從哲學那邊所開出來的一個領域 一個領域 這個領域就是像知識這樣的一種無限的東西 如果我可以用這個現代哲學的一些詞彙來說的話 他們就是某種無限者或者是這個絕對者 那麼我們在我們所生活的世界裡面 看起來一切都是相對的 一切都是有限的 然後我們就在一個相對的有限的世界當中 那因為東西是有限的 我記得因為我當時念法律其實念財經法 那還修這個經濟學對不對 經濟學裡面講的就是什麼 就是資源有限 欲望無窮 所以這個政治就是一個資源的分配 那法律就是涉及到當他有爭議的時候 他如何公平的讓這個分配 這個能夠達成 那經濟也牽涉到這樣的一種分配 不管是資本主義的經濟 那種市場法則還是共產主義的經濟 那種由國家去做分配 總之都牽涉到這些東西 那麼這些東西的背後都預設了 這個世界的所有的這些東西都是有限的 但是這個世界所有的東西果然都是有限的 我們在知識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就看到它其實是無限的對不對 而且有些人他的任務正是什麼 把這些無限的東西讓他不斷的傳遞出去 讓這個智慧的活能夠傳播的更多更遠 然後更多人擁有 在尼采所寫的《查拉圖斯特拉圖》是說 那本書裡面他講到了一個智者 就是《查拉圖斯特拉》 其實就是這個索羅亞斯德 那麼拜火教他本身事實上就是認為 火就是像這樣的一種無限的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當一群人對不對 每個人都拿著一個蠟燭 然後呢 只有一根蠟燭被點燃了 其他的人呢就傳遞了這根蠟燭 於是呢 這個一根蠟燭點另一根蠟燭 另一根蠟燭再來點這根蠟燭 然後就什麼 所有人的蠟燭上面都有火 那第一個 這個蠟燭上面有火的人 他並不會因為傳遞了這個火 他的火就有絲毫的減少 所以火就像是那個無限性的東西一樣 那麼對古代的人來講 他們也這樣子的來理解 比如說太陽的光 因為他好像怎麼樣的照射 怎麼樣的燃燒都沒有限制 當然我們現在來看 如果太陽就是一個燃燒的火球的話 那麼他的這個燃燒 也許真的有一天是有限制的 因為在物質的世界裡面 不會有無限性的東西 但是在一個精神的世界裡面 在一個知識的世界 或者智慧的世界裡面 他有這樣的一種無限的失誤 那麼當然我在一開始接觸哲學的時候 我開始接觸到像無限者絕對者 這樣的一種觀念 那我以為說 這個就是在哲學裡面才有的東西 那他跟我過去在法律系 這個學到的東西 形成了一個非常強烈的對比 因為法律系的人 常常生活在一個有限的資源 有限的權利 有限的這個利益的一個觀念底下 那麼他們呢 因為這樣所以問的就是 怎麼樣去分配這些有限的事物 那哲學法律在忙什麼 法律就是忙著到底要怎麼樣的分配 才是最公平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非常這個傷腦筋的一件事 我自己那時候常常在想說 我以後如果做法官我怎麼辦 我很憂慮為什麼呢 因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我其實覺得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苦處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苦衷 如果你了解的話 那麼你恨不得說 原告你也勝訴 被告你也勝訴 你們通通都勝訴 但是法律從來沒有這樣的情況對不對 就好像在成績上面只有一個第一名 其他人就只能當第二名以後的排名 就像那樣子一樣 那麼在這個 這個法律上面也是一樣 有一個勝訴另外一個自然的 他就只能夠是敗訴 就只能夠是敗訴 那麼我們現在會講說什麼樣的情況 是雙贏的情況對不對 是大家都能夠贏的 可是在一個有限的情況底下 你怎麼可能大家都贏呢對不對 最多的辦法就是像在聖經裡面 那個所羅門王的智慧 他說那兩個婦女在搶一個小孩 那所羅門王說那我也沒辦法 那不然這個小孩把他剖成兩半 你們一人分一半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在一個有限的情況底下 我們所面對的 但是這個世界是有一些無限的事物的 你們在這個學校裡面所學的知識 實際上就是這樣的東西 那麼以後呢我開始接觸到這個藝術 接觸到宗教我才看到原來這個無限的世界 其實是非常的寬廣的 那因此各位來學哲學概論對不對 學這個通識課程裡面的人文領域裡面的東西 我覺得對我而言重要的事實上是指出這樣的一個世界 讓你們不要只是把你們的眼睛放在這樣的一個有限的世界當中 用你們的周圓所看到的有限的世界 相反的如果你能用你的心眼的話 就好像當你在看一幅畫 我自己在台大哲學系教的是美學對不對 那當你在看一個藝術品的時候 你看到的並不是只是這個畫的顏色線條輪廓 因為如果是那樣的話很多動物都看得到對不對 但是只有人為什麼進入畫中的世界 並且在那裡面得到他內心的滿足以及感動 那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畫框裡面的所呈現出來的其實是一個窗子 而我們可以藉由它進入到一個畫裡面的世界去 這個畫裡面的世界呢在你不同的時候 在你不同的心境 在你不同的體會能力的情況底下 也許這個感受到的未必都完全相同 但是他們就像是一個可能性一樣 每一次你再去看 然後你可能就會有一個新的體會 然後你就感受到那個畫裡面的世界原來是那麼的寬廣 它並不是只是那個畫框所局限的那個有限的領域而已 藝術所帶你進去的是其實是像這樣的一個世界 音樂也一樣對不對 因為當你在聽音樂而且並且得到感動的時候 你如果旁邊有一隻貓或者有一隻狗 你什麼時候看到那隻貓流下了眼淚說 這段曲子這個旋律太感人了 你並不會看到他們的耳朵很可能比人類都還要靈敏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隨著那個旋律進入到一個音樂的世界當中 並且感受到在那個音樂的世界裡面所開展出來的一個無限的領域 這個是我們在藝術裡面看到的一個情形 所以一個人文的世界其實把你帶向的就是一個屬於精神的世界當中 連知識都是如此 那在這種情況下我念法律的這個心就開始動搖了 我開始嚮往著一個我要接觸到一個這個無限的世界 並且我希望我能夠如果可以的話 我能夠在那方面找到一個什麼樣的工作 然後我可以什麼無私的把很多東西分享給其他人 別人能夠得到而我自己也沒有更多的失去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法律的世界就是一個不斷的爭 然後你要在這個真的人當中去給他們做分配這樣的一個情況 對我來講那是一件很為難的事 任何一個人你只要對他做比較多的了解 你其實都會同情他 你其實都會同情他 那我自己從我必須說我自己其實從小就不是一個愛真的人 很多時候就是當別人爭 好吧就給他吧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可是你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裡面 你不太可能完全不爭對不對 但是如果有一個無限的領域在那裡 而你不斷的可以什麼跟別人分享別人得到的 而且你自己也能夠擁有 那是人生當中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對我來講我們所使用的這本教科書 其實他談的正是這樣的一個領域 在哲學裡面當然也有牽涉到有限的世界的一些法則的討論 比如說公平正義對不對 這個正義論 這是當代很有名的一本哲學的著作 那麼牽涉到政治哲學法律哲學裡面 事實上都在問怎麼樣才能夠達到最多最大的公平 那麼哲學有這一方面的討論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哲學也帶我們走進到一個精神的世界當中去 並且在那裡面感受到一個你生命的體驗裡面 這個屬於無限的那樣的一個領域 那麼對我來講 如果我在哲學概論裡面能夠讓大家感受到這個的話 那這個是我最大的這個期望 好在我們的這本書裡面 這個除了在一開始的時候談到哲學之外 那麼在後面的幾章談到幸福 談到生死 談到這個上帝 事實上都牽涉到一個無限的領域 宗教當然跟無限的領域很有關係對不對 沒有一個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沒有一個基督徒他會因為聽說你也信基督教了 所以上帝也愛你了 那表示什麼 如果上帝的愛是有限的的話 那麼上帝多愛了你一個人 那上帝對我的愛就減少了 所以他就感到非常的沮喪 不會有一個基督徒是這樣的為什麼 因為對一個基督徒來講 上帝的愛是無限的對不對 人的愛很可能是有限的 所以配偶跟小三要爭一個男人 為什麼要爭 那麼因為在他們看來 這個男人的愛就是有限的 但是對於上帝的愛 我們在他裡面可以看到一種無限 這種無限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就是當別人打你一巴掌 打你右邊的一個耳光 然後你並不是什麼 這個牙還牙一眼還眼 而是把他叫回來說 等一下還有左邊 這邊也打一下吧 這個是我們在聖經裡面看到的 你會覺得很瘋狂對不對 你會覺得很不公平 甚至覺得這根本就是很不正義的事情 人家打你你不報仇也就算了 還叫他這個再打另外一邊 或者是這個都是耶穌講的話 他這個什麼搶了你的衣服 結果你會覺得很少的 回來回來 我褲子一起拿去吧 這樣成套 對不對 這個是你在聖經上面所看到的一些故事 但是在那個故事裡面其實都顯示了那種 愛是可以什麼 愛到這樣的一種程度 我覺得那裡面對我來講最有震撼性的 當我在讀聖經的時候 最有震撼性的就是愛你的仇人 因為愛自己人很容易 連最壞的惡棍他都愛自己人 不然他怎麼能夠當惡棍的頭頭呢 對不對 但是愛你的仇人 這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但是在聖經裡面的那種 顯示卷露出來的那種愛 就是像那樣的一種愛 你在那裡面可以看到一種無限性的東西 就是不論怎麼樣的對你 所以我常常說忍者無敵那是什麼意思 並不是忍者就是最厲害的 然後把一切的敵人都打倒了 並不是這樣 而是對他來講通通都不是敵人 對於他來講其實都不是敵人 所以他沒有敵人 這樣的一種情況 這個就是一個屬於無限性的世界 那麼我在哲學的世界當中 在宗教的世界當中 在藝術的世界當中 我看到這樣的東西 對我來講 當我們在上一個通識的課程 我們事實上就是要進入到這樣的一個領域裡面來 那Sophist跟Philosopher的差別 在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固然哲學有一個講話的疾風 說話的那樣的一種辯論的技巧 但是哲學不是只是這樣 如果只是這樣 就很容易流於像這些Sophist 因為哲學還能夠看到一個更遠的 更廣闊的那樣的一個世界 對我來講那才是真正的有智慧 才是真正的有智慧 那蘇格拉底他在他的這個沿線當中 讓我們看到他是活在這樣的一個世界當中的 所以他即使在面對死亡的時候 因為生死這件事情如果擺在物質的領域裡面 那很明顯的他告訴你就是你是一個有限的生命 死了什麼都沒有對不對 你在這個世界曾經將有多大的名氣 你曾經賺了多多的錢 你是念台大說話死了什麼都沒有 可是如果這裡面有一個無限的生命的可能性 不管這個無限的生命的可能性 是在宗教還是在藝術或者是在哲學或者在什麼地方 如果這裡面有一個無限的生命的可能性的話 那麼這個生命就成為是不朽的 而這個是蘇格拉底認為重要的一個課題 認為他認為那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所以有關於生死的問題 那麼後面我們提到有關於善惡的問題 以及我們這學期會談到的幸福的問題 就是幸福因此就不是賺很多錢 這個名氣很大 那些當然也算是某種pleasure 可是離希臘人所講的幸福還有一段的距離 有些時候你可能錢很少日子過得並不好 但是你可能卻會有幸福的感受在 而那時候常常牽涉到這樣的一個無限的領域 那我們要談philosophy 我們要談philosophy 哲學 我們就是要去看到這樣的一個領域 並且在知識上去理解它 而不是在藝術上去感受它 或者是在這個宗教上面去嚮望它 相反的我們要去理解它 認識它 能夠用概念去把握它 這個是我專門哲學概論 如果我沒有講什麼東西的話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讓大家能夠理解到 或者進入到這樣的一個世界當中 我要談哲學是什麼 那我們在前面就已經提到過 就是有關於哲學是什麼 我們會碰到兩個問題 我再回到這兩個問題來 就是就中文的哲學這一詞 哲學不像其他的學科 沒有辦法從中文就知道 那我們已經追溯了這個哲學 這個翻譯的名詞 追溯到它希臘文的根源 然後瞭解到這個哲學是希臘文的愛智慧 而哲學家其實就是愛智慧的人 這個是我所講到的第一個課題 接著我要講的是第二個課題 就是語言本身的一個限制 語言本身的一個限制 就是說出來哲學是什麼 寫出來哲學是什麼 更知道哲學是什麼 這是兩回事 好 那麼我把說出或寫出哲學是什麼 理解為是定義 而把知道哲學是什麼 理解為是意義 他們分別就是英文的 這個definition跟meaning 那麼definition這個詞 來自於動詞的define define define事實際上就是 畫出它的界線來的意思 畫出它的界線來的意思 那麼在定義裡面有一個定義下 還有一個被定義下 這個就是一般的這個字眼 在做這個解釋的時候大概都會說 那我現在要說什麼 我意思是說下定義這件事情 因此很重要的事實上是在畫出界線 這個界線就是什麼呢 是它跟不是它的那個界線 那麼這個界線呢 使得這個事物因此就明確了 因為那條界線被畫出來了 可是呢定義並沒有把很多的重心 擺在這個界線裡面的那些內容上面 並沒有把它擺在那邊 因為那些內容需要什麼 需要去沉浸在當中 去碰觸你才會對它熟悉 定義對這點呢並不感到興趣 那麼意義呢不一樣 意義來自於動詞的mean 那意義呢它可能沒有很明確的那樣的一條界線 這個畫出來 可是呢它讓你看到這個東西的內容在哪裡 雖然你並不很清楚的知道它的這個界線在什麼地方 所以我在上個星期問大家說 就是你能不能夠為貓狗這個下一個定義對不對 那你可能弄住了 那其實你知道貓是什麼狗是什麼 或者桌子是什麼椅子是什麼對不對 你知道它的意義 因為你常常看到貓看到狗看到桌子看到椅子 這些內容你其實是常常接觸到的 可是下定義牽涉到是要把貓跟其他的動物的界線畫出來 那你如果從來沒有仔細的想過 貓有些什麼特性是其他的動物所沒有的 那麼你當然就很難去下一個定義對不對 但事實上你知道它的意義 你大概知道貓是什麼 當然如果有一天你接觸到一種動物像貓又不像貓 你可能也不很確定它是不是貓 但是大致上你能夠知道貓是什麼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麼現在當我們在哲學概念裡面要接觸哲學的時候 對我來講下一個定義 然後把那個定義記起來 這意義不太大為什麼 你幹嘛那麼急著要把那個界線畫出來 你現在應該什麼 進行到哲學裡面去 然後碰觸到很多哲學的內容 就好像你看到很多的貓一樣 然後你漸漸的就瞭解到 這是哲學 那麼對我來講這個是比較有意義的 所以哲學概論對我而言 我的工作不在於讓你能夠為哲學下一個定義 而是讓你接觸到哲學 然後能夠掌握到至少一部分的哲學的內容 掌握到哲學的意義在 掌握到哲學的意義 那麼這些哲學的意義 也許不見得你能夠很明確的去說它 但是你卻能夠在看到它的時候 這個辨識出它出來 那麼你能夠去說它 這個說這件事情 其實是有它的局限在 那麼這種局限在這個古代的很多的文獻裡面 其實都已經提到過 就是對於語言文字的批判 那麼最典型的就是像是這個 中國這個古代的典籍老子 老子一開始就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明非常明 那麼有一種解釋的方式 就是說第一個道跟第二個 第一個道跟第二個道不一樣 第一個道跟最後一個道 指的就是道家所講的那個道 道家要講那個道 或者更好說是長道 但是第二個道是一個動詞 他說這個道如果可以說的話 那就不是長道了 那其實就只是一個比較低的那樣的一種道 那真正的長道其實是不可說的 所以他說道可道非常道 那名可明非常明當然也可以這樣的理解 就是說這個明如果能夠可以明知的話 可以用文字給它命名的話 那就不再是長明了 那這些都顯示什麼 那個可道的可明的東西 並不是道家所要去追求的道或明 並不是這樣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它因此就變成 就是這個道本身就變成是一個不可道不可明的東西了 那事實上就是什麼 它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把原文字給排除出去了 告訴你說如果原文字有能夠去講我這個道的話 那事實上這就不是長道對不對 這個就不是長明以及等等 那不是只有道家有這樣的一個對原文字的批判 我們在佛經裡面這個也看到特別是在禪宗 禪宗的特點就是什麼 不立文字直指本心對不對 不立文字直指本心 那麼這個出處在五燈會員裡面 世尊指的就是佛陀 世尊在林山會上年花四重 他拿了一朵花給大家看 事實眾皆莫然 為家業尊者破眼為孝 那麼這個家業跟阿難 他是常常在佛陀旁邊的兩個弟子 那麼家業看到了他拿了這朵花給大家看 他就笑了 世尊就覺得你懂我 你懂我所要說的東西 那麼世尊曰 無有正法眼障 涅槃妙心 實相無相 唯妙法門 不立文字 教外別傳 父主磨喝家業 那禪宗其實就用這個典故 那麼這個 從這個家業這個傳統 接受了這個 這個不立文字的這樣的一個想法 這個是在佛經裡面 所以佛經裡面有時候 尤其是在禪宗 不知道你們這個是不是有看過 禪宗很有名的是什麼 公案對不對 那個公案有時候看起來就是莫名其妙 因為他不是用文字 如果你想要用文字去理解 你就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就是禪宗是什麼 一個禪師跟他的徒弟 然後禪師講了一個什麼 徒弟說啊你在說啥 然後那個禪師就哭 徒弟說啊我懂了 就這樣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到底在幹嘛 打一下或者是突然怎麼樣一下 然後他就懂了 就好像在這裡我們看到 他給他看了一朵花 然後他就懂了 他就這個笑了出來 那麼這個笑了出來 其實就顯示了他的理解 那麼所以在這裡面都什麼 都去除掉了語言文字 這樣的一種情況 這個就是對於語言文字的這個批判 除了這個之外 莊子 剛剛我給大家看的是老子 這裡是莊子 莊子也有一些類似的看法 他說 權者所以在語得語而妄權 提者所以在吐得吐而妄提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妄言 然後莊子問 無安得妄言之人 而語之言齋 那在宗族的這個話裡面 剛開始的前面兩句是用比喻 他說權 權也可以寫成竹字旁的權 那麼是一種捕魚的工具 他是用竹子去編的 那漁夫呢 並不見得是用釣魚或網魚 他們當時用這種所謂的權 這種竹籠子放到水裡面去 他就像是一個魚的陷阱一樣 然後呢 魚呢游進了這個竹籠子裡面 他就游不出來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竹子其實很銳利 你如果要編什麼竹子的話 要小心 這個很容易這個受傷 那他把它編成 有就是在籠子裡面呢 有這個倒的 然後把它削尖了的刺 所以魚游進去很順 可是當他要游出來的時候 他發現他身體很容易就會被刺到 所以他就不敢游出來 於是他只好留在竹籠子裡面 那麼一個漁夫把一個權放到水裡 然後他可能怎麼 就早上放假去 然後等下午的時候再來 看看有多少魚游進去了 然後他就可以怎麼把這個權給帶回去 我覺得這個原理有點像什麼呢 有點像有些停車場 那個入口跟出口 尤其是出口的地方 他有那個用鐵做的尖維的東西 如果你是這個要出去 你就可以把他壓下去 然後就出去了 可是當你要從那個出口的地方開進去的時候 這個輪胎會被刺破 就像那樣子一樣 所以你只能乖乖的從入口進去 那入口那邊的也可以做成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你不能夠這個投票 這個不繳停車費 那麼權的原理大概就像這樣的一種原理一樣 那提則是什麼 就是抓小動物的陷阱 提者所以在吐 他說你做這個陷阱 這是獵人 剛剛那是漁夫 這是獵人 獵人呢 提者所以在吐 得度而忘提 所以在那裡面莊主都在講什麼 他說你做這個權 做這個蹄 你目的是要幹嘛 你是要捕魚 你是要抓兔子 對不對 那你得到了這個魚 得到了這個兔子 你就忘掉那個 你做的權跟蹄吧 這個說法好像跟我們平常所講的 什麼人生的道理有一點相反 因為我們平常講的人生的道理是什麼 與其給人家一條魚 不如這個給他捕魚的 這個叫他如何捕魚 這個釣魚或者叫他如何捕魚 對不對 所以好像那個工具是很重要的 那莊主的想法是相反的 他說我們要搞清楚目的是什麼 然後工具是什麼 工具其實是為了目的 可是常常我們為了什麼 為了這個工具 到最後工具變成了我們的目的 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他現在講權跟提的說法就是這樣 你的目的是魚啊 你的目的是兔啊 你的目的不是權跟提啊 所以他說要得魚而忘權 得兔而忘提 然後呢 他才把正提回到他所要講的 他說講話 講話不是為了講話對不對 言者所以在意 因為講話的目的其實是為了要表達意思 當我在課堂上講話的時候 我是為了要談哲學 所以重點在這個哲學 而不在我講的話 你是要透過這個話去理解 我所要去講的那個哲學 所以話語言很重要的是它裡面的意思 話並不是指是什麼發出聲音來 如果那樣子可以叫做講話的話 那我在台上 那你說我在講話 這樣叫講話嗎 當然這就不再講話對不對 因為講話是有意的對不對 那如果前面是得魚而忘權 得兔而忘體 現在莊子要說的就是得魚而忘言 你得到那個意思 你就忘掉那個話吧 所以考試不會顯沒關係對不對 可是老師講的那個意思 我知道了 我知道我怎麼去活我的人生了 這個才是重點 這個才是重點 那我們現在也有一句成語 叫做什麼 得意忘形對不對 得意忘形這個是擺在文字上面來說 文字也是為了要讓我們得意對不對 得到這個意思 所以如果你得到那個意思 你就忘掉那個文字長什麼樣子吧 這個怎麼寫就把它忘掉吧 你重要的是什麼 透過這個文字而掌握 這個文字這本書裡面所要寫的東西 不要執著在那個文字的形體上面 你可以試試看看著一個字 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看久了之後你會不認識那個字 相反的你很快把它看過去 你通通都掌握了對不對 掌握到那些字所要表達的意思 可是如果你執著在那個文字的形體上面的話 到最後你突然忘了這個字到底是什麼字 你已經失去了它的意義了 那這個是得意忘形那個成語的遊覽 不過現在得意忘形當然已經不是這個意思了 你知道得意忘形就是一個人非常的得意 高興的忘了這個 很多的成語跟原先的典故都離太遠了 都離太遠了 我覺得一個很典型的就是什麼 什麼勇欲愛河 那個佛經裡面在講說人這個輪迴 在這種七情六欲當中 然後永遠都浸泡在這個愛河當中 其實講的是一個悲慘的場面 結果現在都祝人家勇於愛河 剛好是相反的情況 得意忘形也是無恥 好 那這個莊子裡面講到這個得意忘形 然後他最後要問的就是無安得忘形之人的語之現在 就是對莊子來講他希望的 就像我所希望的是你們掌握了我的意思 可是言就不會寫 不知道考試怎麼考就算了沒關係 重要的是掌握了那個意義 那麼這些都是我所說的 就是說出或寫出哲學是什麼 跟知道哲學是什麼 是有差別在的對不對 如果我們從剛剛所講的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楊子勝你還說什麼 不要說啦對不對 現在就什麼拿著一個棒子 頭上打一下 然後有的同學就懂了 有的就不懂是不是這樣 我讓大家看看就是 你看老子是在一開始就先這樣講 然後他講完這個他怎樣 他就不道了嗎對不對 不明了嗎 相反的老子就道了五千言 就一直下去就一直講下去 所以他說道可道非常道 然後之後他就道個不停 他就道個不停 那我們再來看禪宗 如果你翻過整個的大藏經 那個佛教的全部的經典大藏經 在佛教的各個宗派當中 什麼天台宗 華元宗 對不對 淨土宗 什麼宗 你知道哪一個宗派 他們佔大藏經全部最多嗎 我告訴你就是禪宗 就是那個不利文字 直指本心的禪宗 他寫的公案不得了的多 而且很多都是什麼莫名其妙的 但是他寫非常的多 寫非常的多 那麼所以你在這裡面看到 他們對語言文字批判 可是第一個 他們用什麼來批判語言文字 他們用語言文字來批判語言文字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即使他們批判了語言文字 他們之後還是繼續的使用語言文字 而不是就語言文字全部抹殺掉 相反的他們大量的使用語言文字 大量的使用語言文字 那麼在這裡面 我們就看到一個吊詭的地方 一方面語言文字不是道本身 那麼可是在另一方面 語言文字呢 又必須被大量的使用 那麼這裡面我覺得可以用這個方式來解釋 就是在佛經裡面 楞言經裡面談到的這個故事 在這個故事裡面他舉了一個例子 他說有人不知道什麼是月亮 所以你為了讓他知道什麼是月亮 所以你就在晚上月亮出來的時候指著月亮 說那就是月亮 那個人他看到你指著月亮 他就抓著你的手指說 哦 原來這就是月亮 我懂了 所以他從此就把什麼 手指當作月亮 那麼語言文字呢 也許就像一個手指一樣 他幫助我們指向 我們所要指向的東西 對不對 假設這個道可道非腸道 那個腸道其實就是像月亮一樣 那語言文字呢 其實不是這個腸道 但是語言文字幫我們指向那個腸道 你透過我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對不對 你其實是在什麼 瞭解我在講的那個東西 我講的那些話本身不是 但是我都在指向一個東西 而你就是透過我所講的這個 去理解那個事物 去理解那個事物 那麼如果你現在為了考試的關係 所以你就什麼 執著在語言文字上 那你就好像什麼 執著在我的手指上面一樣 說哈哈這就是月亮對不對 然後楊直勝講出來的就是聖經 就是真理就是道路 所以他講的就是哲學本身 但事實上這個哲學實上是他 透過這些講的東西所要去指向的 而不是就是他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理解的 那麼我覺得在佛經裡面 或者是在老子那邊 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其實後面要一直講 但是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先這樣說 他就是要警告你 你不要執著在這個可道上面 不要執著在語言文字上面 但是我不透過語言文字 我也沒別的辦法 我還是要透過很多的語言文字去說 但是你在讀的時候 你要注意到 你不是要去把它死背 你不是要去把這個語言文字 本身當作真理 因為他們只是一個指向真理的可能性的 這也是為什麼一個老師在台上講 講了一大堆對不對 然後考試的時候就很清楚的看到 有些人這樣理解 有些人那樣理解對不對 因為語言文字其實就只是一個指向 但是這個指向 但是這個指向 當人們尋著這個指向看出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月亮 還是你會看到烏雲對不對 還是你會看到灰在上面的一隻文字 這個就不是我們能夠去控制的了 大家就會看到他所看到的東西 這樣有一種情況 這個是語言文字跟我們所要談的智慧 因為他本身之間會有的一個距離在 是有這個距離 但是我們還是要透過語言文字去說 關於哲學是什麼 我不能夠做一點說明 雖然在剛剛在談那兩個問題的過程當中 我其實用很哲學的方式在說 你已經在那邊開始接觸到一些哲學是什麼的東西了 那我再回到我們上個禮拜所提到的這個 關於這個哲學的這個課題 就是我談到台大有11個學院 然後每一個學院都有它的科系對不對 那麼哲學有一個特點就是 它跟所有的其他的科系事實上都有一些重疊的地方 都有一些重疊的地方 那麼換句話說 在文學院有人類學 那麼在哲學裡面就有一個 一門科目叫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哲學人類學 那麼在理學院有數學系有數學 那麼在哲學裡面就有數理哲學 在這個社會科學院有政治學 哲學裡面有政治哲學以及等等 那麼它事實上哲學都跟這些學科互相的重疊 所以我常常講我說 如果台大說現在學校經費不太夠 我們要開始刪掉一些科系 那如果有哪些科系這個重複太多的 我們就把它刪掉 那我覺得最可以刪的就先把哲學系刪掉 反正它很多東西都跟其他的科系互相的重疊 可是如果現在台大說的是 我們經費大大的不足 不足到現在只能留下一個科系 其他的系只好都刪掉了 那麼你大概能夠這個留下來的就是哲學 反正它這個無所不包 把所有的這個領域都包含在它裡面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麼所以我們在這裡看到什麼 我們看到的就是哲學跟其他的領域 有這麼多的重疊 因為其他的學科他們之間的重疊是不太多的 在上個星期我們講到說其他的學科 基本上從他的名稱就大致可以知道這個學科在研究什麼 對不對 這是我們在上次就講到只有哲學並不是這樣 只有哲學並不是這樣 那麼他的這個名稱其實都牽涉到他的研究的對象 就是你是研究什麼的 比如說我們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那你要上知天文就有天文學 你要下知地理就有地理學 我們把世界這個分門別類 因為一個人不可能什麼 我什麼都要研究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它分門別類 那這些分門別類呢就什麼 就形成了各種不同的領域 這些不同的領域你研究這個領域 所以我研究那個領域大家分工合作 那整個就構成了大學裡面的各個科系 就像那樣子一樣 只有哲學呢 他的名稱並不是他所研究的對象 哲學並不是在研究哲這個東西 對不對 他並不是 他並不是 所以呢 如果我想要了解哲學是什麼 那麼我們要來看看呢就是 哲學跟其他的這些學科 差異在什麼地方 差異在什麼地方 那麼我要講的就是 在這個差異上面並不在他的對象上 哲學的研究的對象 其實不外就是其他學科研究的對象 哲學對其他學科所研究的東西都有興趣 這個也是我自己常常對哲學系的學生所說的 你們不要什麼 就好像我只念哲學系 我只要懂哲學 相反的 你其實在念哲學系的過程當中 你要什麼 盡可能的去修其他的科系的東西 因為這些都可以什麼 幫助你得到這個哲學的知識或智慧 那我在這裡面要講兩個哲學的特性在 這裡就不免要用到一點術語 這兩個特性呢 顯露了哲學跟其他的學科的不同 而這個特性呢跟他的對象是無關的 那麼我把這兩個特性呢 分別稱之為叫共識性的特性 跟歷史性的特性 那麼這個共識性這個字是synchronism 這個歷史性這個字是diachronism 那他在共識性上面的這個特性呢 我把它稱之為叫哲回 那麼英文是reflection 他有兩種拼法 那事實上他也可以被翻成什麼 反省反思 那麼對我來講 哲學就是一個反省反思的學科 在這點上面他跟其他的學科不一樣 其他的學科基本上不是一種反思性的學科 但是哲學是一個反思性的學科 他是一個哲回的 曲折的學科 這是第一個特性 第二個特性呢 就是哲學在歷史性上面的特性 那我把它稱之為叫後思 因為這個後思就是什麼 是事後的思考 而不是事前的思考 不是一種前思 那麼其他的學科呢 多半是一種前思 但是哲學在它的特性上面 卻是一種後思 那我要談的就是哲回跟後思 怎麼樣作為哲學所具有的特性 好那我們從共識性跟歷史性 這兩個名詞談起了 那麼這兩個字 synchronism 跟diachronism 他們的字熟不一樣 後面是一樣的 都是一個ism 的字圍 然後中間的部分呢 是chronos 這個chronos 也是一個來自於這個希臘文的字眼 來自於希臘文的字眼 Chronos 我們上次已經簡單的說過了對不對 就是希臘的字母有一些是 一對一的拼乘拉丁字母 可是有些時候 它要用兩個 比如說這個看起來像x 它是ch 上次好像有提到過 所以你在英文裡面會看到什麼 ch th 跟ph 是ch 它只來自於開這個字 然後呢 這看起來像p的其實不是p 是r 然後colonos 看起來像v的是n OK sigma colonos colonos呢 在希臘的神話裡面是一隻怪獸 叫做時間 它吞噬所有的東西 沒有什麼東西不會被它吞噬 一切都終將為時間所吞噬 colonos 所以colonos就是什麼 就是時間 那idem是個字為 那所以現在的差別就在於 它的字首是sin還是dier 這兩個字首 sin這個字首在希臘文裡面 一樣的就是希臘文sing 這個字首呢 代表的是一起的意思 就是together 所以我把synchronism翻譯成叫共識性 翻譯成叫共識性 因為它在時間上是同時的 是一起的 同一時間的 那麼我們從一個同一時間來理解一個事物 其實就是理解這個事物靜態的結構 它的或者是它的整個系統 它的元素 那麼這個叫做共識性 它其實就是靜態的面向 那歷時性呢 是至首是dier 來自於希臘文的dr 那麼這個dr是through 穿過的意思 所以它是穿過時間的 那穿過時間就是什麼 動態的 那麼我們用動態的方式來理解一個事物 指的就是它的歷史 或者是它的過程 總之是這個動態的這個面向 它在不同的時刻呈現不同的樣貌 的一種掌握 這個是歷時性的掌握 那麼掌握一個東西因此 就有共識性跟歷時性 這兩個不同的靜態跟動態 這兩個不同的方式 那麼在哲學系的課程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哲學概論裡面 在一般的就是哲學系的 所教授的哲學概論裡面 就會教授一個靜態的形上學知識論 一個論理學 就是把所有在哲學系裡面 所牽涉到的領域 一個一個列出來 像是一個哲學的系統一樣 或者是一個哲學的架構一樣 這個是它的共識性的部分 那麼哲學系的學生 除了修哲學概論 另外它還要修兩個哲學史 一個叫做中國哲學史 一個叫西洋哲學史 那麼哲學史就是一個歷史性的課程 因為在西洋哲學史裡面 它就會學到從古代的希臘哲學 到中世紀的哲學 到近代的哲學 到當代的哲學 它的發展是怎麼樣的一脈相承的 那麼同樣的在中國哲學裡面 它就會從先秦 然後衰唐 宋元 明清 這整個哲學的一個 中國哲學的一個發展 是怎麼樣的發展 那麼所以哲學史 其實就是一個歷史性的課程 而哲學概論 常常就是一個共識性的課程 那樣子的一種授課的方式 這個是理解這個共識性跟歷史性 那麼現在我們要來談 就從共識性 現在要套在哲學上面 我們就看到哲學所具有的一種特性 這個特性就擺在一個結構裡面 來看待的話 那麼它跟科學有些什麼樣的不同 這個不同就是 就是在科學裡面 一個科學家作為一個主體 一個subject 在投影片這裡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subject 對不對 一個主體 它在研究著一個東西 那是一個object 那麼一個subject在研究object 這個subject 如果你覺得很陌生的話 它其實就是我們在文法上面的主詞 跟受詞 對不對 那人就是作為那個主詞 那科學就是科學家 所以主客的一個關係 其實就來自於主詞跟受詞的關係 只是我們在哲學上把它稱之為叫主體 那麼在object稱之為叫客體 那它變成一個形容詞的時候 就是subjective 然後由這個subjective 再變成一個更抽象的名詞 就是subjectivity 我們通常把它換成叫主體性 而這個客體呢 這個objective跟objectivity就是客體性 那這個subjective也有一個意思就是主觀的 而objective則是客觀的 那什麼東西是主觀的呢 就是當一個人看待一個事物 他不讓這個事物 這個事物就是客體 他不讓這個事物客觀的如實的呈現 而是用他主體龐大的陰影籠罩在這個事物上面 戴著他有色的眼鏡 戴著他的成見或者偏見來看待這個事物 把事物看成他心裡想的那個樣子 我們就說他很主觀對不對 所以這個客體沒有辦法如其所如的呈現出來 而是被主體把它看成那個樣子 我們通常覺得這是太主觀了 科學要追求什麼 科學要追求客觀性 客觀性就是什麼 你不要戴著有色的眼鏡 你要讓事物如實的如其所如的呈現出來 那你才是什麼 才是客觀的 所以科學當然追求這樣的一種客觀性 那麼這個是關於這個subject跟object 我們現在再回到這邊來 就是科學家他來研究什麼東西 這個什麼東西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台大除了哲學系外的其他科系 他們都有他們所研究的領域 那個領域其實就是構成了他主要的課題 就是構成了他主要的對象 那我們把它擺在自然科學裡面來設想 一個科學家通常是穿著一身的白袍在實驗室裡面 然後他可能透過一個顯微鏡 再看顯微鏡底下那個培養皿上面一個什麼東西 對不對 當然你可以把一個科學家想成像是一個偵探 拿著一個放大鏡然後再看放大鏡下面的一個什麼東西 那個什麼東西就是這個偵探或這個科學家所要研究的object 這是他的對象 或者呢也許是一個天文望遠鏡 他透過這個天文望遠鏡正在看著遠方的 宇宙的遠方有一顆星球 那個星球是他所要研究的對象 所以一個科學家看起來就是這樣 透過一個什麼顯微鏡放大鏡天文望遠鏡 在觀察著實驗著一個什麼東西 而那個什麼東西就是他所研究的對象 這個是一個典型的科學所呈現出來的形象 然後他對於那個object的態度 就是直接的朝向這個object 朝向這個object 他整個注意力都擺在這個object上面 恨不得好像這個主體是不存在的 讓這個object如此的呈現 在顯微鏡放大鏡或者天文望遠鏡底下 實實在在的呈現出來 他想要搞清楚這個對象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這個是科學 他追求的就是客觀性 哲學呢 他不追求這樣的一種客觀性 他不追求這樣一種客觀性 雖然哲學我們剛剛提到一件事 我說哲學跟其他台大所有其他科系的學科都重疊 可是哲學不是用那種客觀的方式 在實驗室裡面這個觀察他們 相反的哲學呢 他在思考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都把自己放在那裡面 而不是像是一個科學家 仿如他自己自身事外的 好像他不存在的那樣的 在客觀的看待這個事物 因為哲學家發現 當我想要理解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自己就在這個世界當中 所以我想要理解的世界 其實是包含我自己在內的 是包含我自己在內的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也就是說我所要觀察的 我自己就在那裡面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怎麼去站在顯微鏡的上面 因為我自己就躺在顯微鏡的下面 對不對 我不可能自己又在上面又在下面 哲學家很少研究一個單一的 比如說昆蟲 比如說微生物 或者比如說哺乳類 哲學家有興趣的是 這個世界的整體 他不跟其他的科學的領域一樣 做那種分門別類的分工合作 相反的他做的事情是什麼 是想要去掌握到這個整體 是怎麼一回事 而如果他要掌握的是整體 他自己就在這個整體當中 他自己就在這個整體當中 那麼他自己就在這個整體當中 不免的就會產生一個矛盾 他沒有辦法像科學的那樣一個態度 自己朝向一個東西 而那個東西是包含他自己在裡面的 他就沒有辦法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我們所看到的就是這個兩者之間的一個關係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事實上又會進入到之前所提過的那樣的一個悖論 這個悖論就是牽涉自己在裡面 你會發現到任何牽涉自己在其中的那樣的一種行動 其實都會有一種矛盾性在 都會有一種矛盾性在 相反的如果不把自己牽涉到其中 他就可以免於那樣的一種矛盾 就可以免於那樣的一種矛盾 就是你譬如說我現在我要看見自己 我就發現我要看見自己很困難 為什麼 因為當我低下頭我可以看到我的腳 如果我不是很胖我可以看到我的肚子 甚至看到我的胸膛 可是我的眼睛想要看到我的眼睛 我怎麼轉呢 我的眼睛就是沒辦法看到我的眼睛 但是我有辦法看到別人的眼睛 對不對 看別人這是可以的 看自己這是難的 那事實上這個擺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你也可以看到的就是 人很容易看到別人的缺點 對不對 優點缺點別人的不足 可是人很少看到自己的缺點 因為常常那是一個盲點 看自己本來就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 看自己常常需要什麼 反省對不對 有自省的人才能夠 那所以牽涉到自己這裡面 就會有一個困難在 就會有一個困難在 那看見自己就顯露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另外一個呢 我再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我要抬起自己 一個人他可能力氣非常的大 你比如說Superman Superman力氣很大對不對 然後可以把這張桌子給抬起來 我抬不起來 然後他可以把博雅教學管給抬起來 我甚至我在至少我在卡通裡面 我還看過Superman可以抬起一座小行星 都沒有問題 那事實上阿基米德也講過類似的話 他說只要給我一個正確的支點 我也可以把地球給抬起來 但是這個阿基米德講到一個關鍵對不對 要有一個支點 那當我當Superman要把自己抬起來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 他的支點只能夠是什麼 他自己的手 所以他的手就在地上 所以從中舊而言他沒有脫離地面 從而他並沒有把自己抬起來 他可能身體起來的 但是手是在下面的 那你手在下面 跟你的腳在下面有什麼不同對不對 你還是沒有被抬起來 但是你可以把任何一個人給抬起來 只要你的力氣夠大 什麼東西都可以抬起來 但是你沒辦法把自己給抬起來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這個如果擺在一個比較抽象的裡面 任何一個句子 如果這個句子只稱的是自身 他本身也會同樣的面臨這樣的一種矛盾 比如說我說 我現在講的這句話是假話 你來想想這句話 如果我現在講的這句話是假話 那他就是真話對不對 可是如果他是真話 那就是假話 我們就又進入了一個迴圈了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這個牽涉到自己 本身就有一個矛盾在 這種矛盾 我自己在學生的時候 我就覺得常常觀察得到什麼呢 就是這個班上很吵 然後這個風紀鼓掌說不要講話 然後我就發現他講不要講話的時候 他就在講話 不是嗎對不對 這個你可以涉及到說 如果他不牽涉到自己沒有問題對不對 他叫的是其他人不要講話 但是他可以講話 可是如果這個不要講話是包含自己在內 他就會涉及到這樣的一個矛盾在 就會涉及到這樣的一個矛盾在 那這個矛盾呢 一樣的我們再回到蘇格拉底 從希臘我們就開始看到 當蘇格拉底把我們上次提到這個阿波羅神殿 蘇格拉底的學生不是跑去那個神殿 然後問說蘇格拉底是不是 那麼雅典最有知識 最有智慧的人 的那個神殿 那個神殿的外面有一塊石頭 那塊石頭上面刻著一個希臘文字 就叫做認識你自己 認識你自己 那蘇格拉底後來就把這個認識你自己 這個話它是一個命令句 在希臘的希臘文裡面 那是一個命令句 起始句 Know thyself Know yourself 認識你自己 所以你說哲學就是要認識你自己 那你事實上如果你好好的去思考這件事 你就會覺得這件事情本身也蠻矛盾的 就是我怎麼去認識我自己 因為這件事情什麼 牽涉到自己 牽涉到自己就會很矛盾 你比如說我們現在如果是認識別的 你比如說認識昆蟲 那就是什麼 開始研究昆蟲對不對 然後認識星星 又開始觀察星星 這個都OK 可是現在是認識自己 那我要怎麼去搞我自己 怎麼去實驗自己或者是觀察自己 這個就會變成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那在這種情況下你就會發現 認識自己這些事情 不知道要從何談起或者從何做起 我該怎麼做然後我才能夠去認識到自己 那這個真是有關於自己方面會產生的一個悖論 或者是會產生的一個矛盾 那這個矛盾並不是完全不能夠解決 我們可以來談談看 就是有關於自己這件事情怎麼解決 那事實上這個解決的方式就是 就是我寫在頭文篇上面這個reflect 就是反省或者是反思 我們回到這個看見自己這件事情 我真的不能夠看見自己嗎 如果我不能夠看見自己 那我每天早上起來 這個梳妝打扮我怎麼做對不對 因為我可以透過鏡子看見自己不是嗎 對不對 我眼睛不能夠直接的看到我自己 但是我可以透過鏡子看見自己 如果你現在在教室裡面沒有鏡子 我可以教你一個非常簡單的辦法 就是你突然的轉身 轉頭 看你左邊的或者右邊的同學 然後他本來在聽我上課對不對 然後突然看到有一個人在凝視你 然後他就忍不住的就回頭過來看 當他回頭過來的時候 你注意看他的瞳孔 你就會看到你自己了 你就會看到你自己了 那麼你不只從鏡子可以看到你自己 你可以從別人的瞳孔看到你自己 你可以從下雨的時候 地上的一個水蛙看到你自己不是嗎 所以其實有好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你自己 你唯一不能夠的是直接看到你自己 但是透過一種間接的方式 一種反射的方式 reflect這個字 它的名詞reflection其實就是反射對不對 就是反射 透過反射的方式 不管是鏡子的反射 別人的眼睛的反射 還是一個水蛙的反射 還是什麼心垂平野闊 越有大江流對不對 越亮反射在江面上 那個也是一個反射 你從那個反射當中可以看見自己 這顯示什麼 牽涉到自己的事情 必須用一種比較曲折的方式 一種比較間接的方式 要透過 就是牽涉到self 牽涉到自己的東西 必須要透過other 這聽起來有一點詭調 但是世子就是這樣 你必須透過他者 你才能夠什麼 涉及到自身 才能夠跟自身來打交道 如果你只是跟自己相處 你沒有辦法看到自己 沒有辦法掌握自己 從而沒有辦法認識自己 你透過鏡子才能夠看到自己 那麼現在如果你要抬起自己 也是一樣的情況 我們在上一節課 我們看到那個哥德式的大教堂 在中世紀的時候工人 一個工人 他就可以把自己 拉到哥德式大教堂很高的地方 用什麼呢 用滑爐這個拉拉拉 把自己拉上去 可是他需要透過這個工具 然後他才能夠讓自己拉上去 他沒有辦法像Superman 我把自己抬起來 然後我就抬起來了 他沒有辦法這樣做 他必須要透過一個他者 這個他者是別的東西 就像鏡子 就像別人的瞳孔 或者是水蛙或者大江等等 透過一個媒介 然後經由這個媒介達成 跟自己交涉的工作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哲學名詞 你知道或者不知道都沒有關係 因為名可名非常名對不對 reference 我們把這個翻譯成叫做自我指涉 就是凡是涉及自我指涉的東西 他本身常常會有矛盾 而這個矛盾需要透過他者 然後才能夠去達到 才能夠去達到 那麼看見自己是如此 抬起自己是這樣 如果我們回到蘇格拉底的認識自己 你可以事實上理解到也是這樣 一個人要認識自己 並不是把自己關在家裡 一個人要認識自己 並不是把自己關在家裡的房間裡 一個人要認識自己 並不是把自己關在家裡的房間裡的衣櫥裡 然後自己對著自己說 認識自己 認識自己 你怎樣會認識自己嗎 才怪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什麼 你要認識自己 你一定要什麼 走出你的衣櫃 要出櫃 然後走出房間 走出家門 走到哪裡去 走到學校 走到哲學概論的課堂上 上哲學概論 你要接觸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是他者 這個世界別人是他者 你在這個接觸的過程當中 跟人交往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不斷的能夠什麼 反射自己 反省自己 你發現你動不動就生氣 然後你才了解到 原來我是一個壞脾氣的人 如果你一天到晚 就只跟自己相處 你不會知道你是一個壞脾氣的人 你只有在跟很多人相處 在那個過程當中 你才看到你自己所顯露出來的 是一個怎樣的自己 於是你才對自己有比較好的了解 所以一個要認識自己的人 其實是要走出自己的對不對 他透過走出自己 把自己表現在外面 然後他看到自己是這副德性 然後他才了解到 原來我是這樣 他才了解到原來我是這樣 那麼在這裡面當然就牽涉到一個 比較複雜的過程 一個主客 你可以說在科學那裡 主體跟客體是對立的 主體是主體 客體是客體 主體不是客體 客體不是主體 可是在反省的過程當中 你發現主客是合一的 你既是主體又是客體 你必須要用一個反思的方式 這個反思的方式就是什麼 你自己要跳脫出你自己之外 來看你自己 彷彿你有一種分身術式的 那樣子的方式 所以當你在跟別人吵架的時候 一方面你在跟他吵架 然後一方面你也跳脫出來看 你自己跟他的吵架 然後想想看 他講得好像也有道理 我好像太強實奪理 或者等等 這個時候你就在做什麼 反省 而當你在做反省的時候 你就不單單只是一個 跟他對立的人 你還是一個什麼 超越在跟他對立的 你之上的那樣的一個主體 這個主體在看著 這樣的一個對立 自己跟別人的對立 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是哲學的一個 比較特別的態度 我常說這是一種分身術 其他的科學不需要 有這種分身術 可是哲學需要 他必須要什麼 比如說我現在在上課 我一邊在上課 一邊在上課的時候 我只是站在老師的位置 對著大家講話 可是在另一方面 我也常常跳脫出來看 就是當我在上課的時候 是不是有人在睡覺 是不是大家都在聽 會不會有人在皺眉頭 對我所講的某個道理 是表示了一種疑問 或者是什麼樣的一種態度 以及等等 那麼如果你隨時保持這樣的一個警覺 你顯然具有一種哲學的天賦在 因為你隨時都注意到 你跟對方的這樣的一種關係 那麼這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個特點 人不是只是站在他有限的這個曲體的位置 來面對其他人 他常常也可以設身處地站到別人的位置 他可以站在一個更高的位置 問公平的可能性以及等等 這個我覺得真是人之所以為人 所以人才會去說 我們這樣子不斷的戰鬥不好 那我們來問問看有沒有一種辦法 是能夠大家集體一起生活的 比如說用投票表決的方式 或者用別的方式 這看起來只是一個政治哲學所討論的課題 可是這樣裡面其實就顯入了人之所以為人 因為你不會看到動物說 我們來用表決的方式吧對不對 人類那麼聰明 我們何必這樣咬來咬去呢 我們就用表決的方式選出一個領導者 由這個領導者來領導我們大家對不對 人會因為人會什麼 站在一個更大的視野來看 大家在一起生活 怎麼樣才是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生活 而不是只是什麼靠暴力 就是誰力量大誰是領導者 過去當然人類也有這樣 可是人不是只是這樣 這個真是我主要去強調的一件事 人可以不是只是站在自己的一己的位置裡面 在上個星期我們提到過喬斯坦賈德的那個蘇菲的世界 我講到那個Sophie 其實在南歐叫Sophie 也就是我們所講的哲學的那個智慧 那喬斯坦賈德事實上還有另外一本姐妹書 跟蘇菲的世界的姐妹書 叫做《紫牌的秘密》 而且他事實上是先寫了紫牌的秘密 然後才寫了蘇菲的世界 並且呢這兩本書有一個 我說他們是兄弟或者姐妹做是因為 他寫完了這個紫牌的秘密之後 就出了蘇菲的世界 然後紫牌的秘密裡面是一個小男孩 蘇菲的世界是一個小女孩 然後紫牌的秘密裡面那個小男孩是跟他爸爸 蘇菲的世界裡面的那個女孩是跟他媽媽 因為那爸爸跑到這個很遠的地方去 那這個紫牌的秘密的小男孩跟他的爸爸呢 則是也是媽媽跑到很遠的地方去 然後他們要去尋找這個媽媽 那所以他的看起來很多都是一個對稱 看起來都是對稱的 那我要講的是在紫牌的秘密裡面講的就是紫牌 當然是是這樣對不對 那紫牌呢一共有四種就是 Spade、Hot、Diamond跟Club對不對 那可是紫牌除了這四種花色之外 比較特別的就是他有Joker 那你玩紫牌的時候你一定知道 這個如果你的桌遊需要用到紫牌的話 那他會有兩張Joker 這兩張Joker絕對不能夠長得一模一樣 你說Joker是做什麼用的嗎 紫牌如果沒有Joker是52張 52張紫牌太多了很容易丟掉 很容易丟掉 那很容易丟掉怎麼辦呢 就是當你少了一張的時候 你就拿Joker來准用它 這個是Joker原來的功用 所以我覺得它就很像 我這件衣服的那個襯衫 它在裡面還多縫了一顆扣子 這個扣子是做什麼 就是如果我不小心哪個扣子掉了 然後找不到 我就可以把那個裡面多縫的那顆扣子 拿過來使用 那Joker的功用其實就像那樣一樣 所以每一張紫牌都有它的位置 都是固定的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它是Hot Jack 那它就是Hot Jack 它不會是別的 如果它是Speed 2 它就是Speed 2 它不會是別的 但是Joker呢 因此就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是它 它是Joker 可是它也可以是別的紫牌 它也是別的紫牌 那在紫牌的秘密那裡面就講到 它說只有Joker能夠縱觀全局 可是其他的紫牌沒辦法 因為其他紫牌就只是什麼 只是自己 他們都只是在我們所看到的這個 subject跟object的關係當中 或者是很多subject 那它就只是居其中的一員 然後它只是這個身份沒有了 但是Joker呢 它因為它既是它又可以准用是別的 所以它可以什麼 跳脫出來看這整個的全局 所以在紫牌的秘密裡面 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就是什麼 就是Joker知道縱觀全局 所以它知道這個秘密 可是其他的紫牌不知道 那我覺得在紫牌的秘密那裡 它用Joker來說哲學的一個特性 這個特性就是它能夠跳脫出這個世界 一個人作為一個個體 來看待這整個世界的整體 這樣的一種特性 那麼這一點呢 特別是在蘇菲的世界 當它開始講蘇格拉底的時候 那個它的文字突然寫說 蘇格拉底就是雅典的Joker 那個喬斯丹講的就這樣寫 那很多人可能看了這個莫宏奇妙 因為Joker是個小丑 蘇格拉底是在雅典扮演小丑 這個華仲取寵嗎 這個華仲取寵的其實是Cloud 是那個馬戲團的小丑 對不對 Joker 事實上是紙牌裡面的一張特殊的牌 他用這個特殊的牌來談他 當然現在因為有蝙蝠俠 蝙蝠俠裡面出現的那個人 也被叫Joker 所以那個Joker現在就變成好像是個華仲取寵 甚至是個壞人 這樣的一個情況 不過這個是因為蝙蝠俠的關係 我們如果回到Joker 他其實就是所有的這些紙牌裡面的其中的一張 但是他具有一個特殊的身份 就是既是他自己又不是他自己這樣的一個身份 那哲學事實上具有的就是這樣一個身份 他能夠做的就是反思 這個反思就是我既是這個紙牌當中的一員 可是我又可以跳脫出來看所有其他的紙牌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這個是我覺得在哲學的特性裡面很重要的一點 那麼所以你如果了解這一點 你就會理解到政治學跟政治哲學的差異 政治學追求政治科學追求一種非常客觀的觀察 政治的一種做法 而政治哲學是把自身就擺在這個政治的場域當中 對整個政治的現象來做一種反思 這樣的一種差異在 這個是哲學在做法上跟科學的一個很大的不同 很大的不同 在這個不同上面我覺得才呈顯出 哲學之所以不同於科學的差別 不在這個對象 因為對象比如說都是政治 但是哲學在思考政治的時候 它是一個自身在政治當中的人所做的反思 而產生的政治哲學 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其實他自己本身就在這個世界當中 他不可能自外於世界來觀察這個世界 如果他是這樣的話我覺得他是上帝 上帝在世界外面看著這個世界 所以我常常覺得科學家比較像上帝 因為他們好像一副我在外面很客觀的看著這個他所研究的東西 但是哲學家他就是一個人 他自己就在世界當中 所以他只能夠用一種反省的方式 透過很多的他則來反思來理解這個世界 來思考這個世界 這個就是哲學的一個哲回的特性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特性是這個後世的特性 可是我已經沒有時間講 我甚至還要講哲學為什麼 所以我們可能還要再花一週的時間 我才能夠把我自己的哲學概念給講完 我們今天就先談到這個地方 是不咱也想不選擇 那這次那次也要考慮了 我今天可以說 龍治蛋iliyor 龍治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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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治蛋糕